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有网友近日在一家便利超商募集,有位小朋友不小心将店内的商品打破,但店员并未要求家长赔偿,反而还替小朋友说话。 不过这番做法被募集的网友PO网后引发两极评价,有人称赞店员太佛心,也有人认为失去了一个教育小孩的机会。 网友在花莲同乡会脸书社团PO文指出,近日在全家募集一位小朋友不小心打破一瓶价值100多元的人身影,但店员当时很好心不让小朋友赔偿,而是说只是孩子而已,不用赔偿,这番话让听到的网友直呼好感动。 不过该文PO出后引发两极评价,肯定的网友说人美心也美,给再多的赞都无法感谢他的爱心,太美了。 店员真的是福星来着,但也有不少网友质疑小孩要管吧,失去一个教育的机会,要让小朋友懂得为自己行为负责,把别人出钱赔的东西当作暖流。 小孩不小心我也会原谅,但家长可不能垫店当没事,家长该管好小孩,而且赔偿是理所当然,应该给小孩正面的教育等。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,做好人也会被炮,全家的员工好心却被讲得那么难听。